水洋酸在医学上面可以来制造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是正通解热剂 有关柳酸跟阿斯匹林的叙述 我们先要来了解柳酸 也就叫水洋酸它的结构 跟阿斯匹林的结构 柳酸的结构跟阿斯匹林结构有差别 那我们看A选项 名称柳酸又叫林枪基本甲酸 在相邻的位置有枪基OH本甲酸正确 阿斯匹林叫乙溪柳酸 那从柳酸的地方我们做了乙溪化 所以叫做乙溪柳酸 阿斯匹林正确 第二个难溶于水 柳酸难溶于水亦溶于氢氧化钠 因为它有酸 所以加了氢氧化钠会变成眼类 OK 那阿斯匹林的地方也有酸 所以也亦溶于碱性容易 那难溶于水 所以B选项也是对的 C选项柳酸难溶于碳酸氢钠 阿斯匹林易溶于碳酸氢钠 那这两个它都有标准的COOH 而不要去看它的本分 碳酸氢钠的出来主要是看本分来做一个误导 但是本甲酸的酸性远大于本分 所以本分在这边不显出它的一个特色 用本甲酸来做决定 它可以跟碳酸氢钠溶解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错的 第四个 柳酸也有分 所以可以变色正确 那阿斯匹林的地方 本分已经被反映掉 变成脂 所以没有本分的一个结构 就不会跟铁做变色 第四个正确 第五个 这边有分子内的氢钳 有分子内氢钳 那阿斯匹林也有分子内氢钳 要把这边的结构把它转一下 转下来之后 这个氢 这个氢可以有分子内氢钳的一个形成 跟这边的氢 做上面的long pair 做结合 所以两个都有 两个都有 所以第五个选项是错 这一题正确是ab珠